好肝是养出来的 改掉这四个坏习惯 肝脏一天比一天好 好肝要靠养 但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不自觉的坏习惯 其实都在伤害你的肝脏 改掉这四个坏习惯 让你的肝脏一天比一天更健康 第一个减少生闷气 现在的人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经常是有不开心的情绪 又没办法发泄 最后都憋在了心里 容易认为肝鼠木 它是喜欢舒展的 最讨厌的就是压抑 你可能听说过大怒伤肝这句话 其实生闷气比发脾气危害大得多 经常生闷气影响肝气的生发 就会出现肝气预致的情况 第二个改掉高油高热量饮食习惯 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 高油高热量的饮食 超过了脾胃的晕化能力 容易产生脂肪堆积 进入肝脏就会引起脂肪肝 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肝功能异常 第三个改掉熬夜的习惯 如果你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熬夜 那也就算了 但如果你没事干也不想早睡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改掉 中文认为人祸血归于肝 所以睡觉是肝解毒最重要的条件 尤其是晚上一到三点这个时候是肝精精气最旺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尽量是处于睡眠状态有利于肝脏的修复 最后一个这个可能很多人要不理解了就是要改掉乱吃药的习惯 现在好多人说起来也是很关注健康 总是喜欢自己买点药来吃 但是因为自己对于知识一知半解 所以经常是不太对症 不仅不治病 有时候还会起到反效果 并且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 试药三分毒 我们吃进去的药物都需要依靠肝脏去代谢 也就是加重肝脏的负担 所以说乱吃药这个问题一定要改掉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